好,那个佩琪老师还有嘉诚还有我们线上的同学们,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是6月29号,就是我们建脑工程12周线上读书会的第五周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从6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到了第五周了 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谈的主要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记忆的这个部分 不过在谈主题之前,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行动计划 执行的如何这样 然后同学们,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执行的情况 写在我们的即时聊天室里面这样 我上礼拜的计划是睡三天 就是四天,七个半小时 然后另外我要吃那个两个拳头大的水果 跟一杯半的牛奶 因为按照我之前进中原院的一个那个 那个怎么讲 算法里面就是我能够吃的量是这样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达成我的行动计划这样子 好 恭喜你,我的行动计划就是我上礼拜是说要吃三次 吃三天,然后三种蔬菜 然后我也有达成 而且我印象中,就是我后来会发现我就是会着重在假设中午没有吃到的话 我就会晚上赶快补吃 我觉得这件事情 所以有计划有差喔 对,我觉得这真的有差耶 就是因为我如果外食的话真的很容易就是没有吃到 那所以你也完成了对不对 对 哇,恭喜恭喜恭喜 好,那其实啊,我想那个我们都知道 从这几堂课到现在 就是我们先从认知 然后呢,就谈到睡眠的重要性 谈到运动的重要性 谈到所谓的地中还是饮食 其实要大脑健康 其实你会发现都需要多元的介入 其实缺一不可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不知道有没有学员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室喔 大家有没有分享行动计划执行的如何这样 好,目前都还在签到中 可能大家目前有38个同学已经上线了这样 那没关系,大家也可以在这里面一起来定计划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改变 那定的部分 一个礼拜七天 我们不要定七天 我们就做隔三天 然后你做到四天 你觉得很满意这样子 好,我那个 这六日刚好跟佩琪老师去台东班 带领人培训 我印象深刻是我礼拜天回来的时候 从十点 因为礼拜一补休 那就从晚上十点睡到第二天 早上十点这样 睡得非常的过瘾这样 所以精神状况非常好 好,那我们今天第五堂课啊 就要来谈记忆在活化休闲趣 好,佩琪老师 我们先来玩一个记忆大考验的游戏好不好 好啊 好,那第一个考验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 我今天早上吃燕麦 哦,燕麦 好,我早上没有吃 所以蛮好记得 然后你回想一下 你昨天的早餐,午餐,晚餐 记不记得吃了什么 同学也可以稍微回想一下哦 天啊,今天礼拜 三啊 我们每个礼拜三读书会啊 对对对对 然后昨天的午餐 早餐我也是吃燕麦嘛 然后午餐就是吃面跟菜 然后还有鲑鱼 晚餐吃鲑鱼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大概都是三样菜 然后也有蛋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在那个聊天室里面 张敏龙小姐说 她吃豆浆咖啡跟包子 我也有喝咖啡 然后呢 林芝林说她12点前睡觉 每天吃水果 每周三天超慢跑 愿望不达成 我们给那个林芝林小姐一个掌声 对很棒 那Coco林说她早上是吃咖啡跟蛋糕 然后呢 然后呢 刘淑琴小姐说她早上喝豆浆 昨天吃饭还有菜 这个讲得太笼统了一点 吃饭跟吃菜 吃了什么内容 我们要有印象哦 Kelly林说她早上是吃面包 加咖啡拿铁 好像感觉上大家早上吃咖啡 跟面包类的蛮多哦 然后刘淑琴说也有蛋 然后Coco林说中午是丝瓜 九层塔炒蛋 嗯 黄立德说每周至少有三 三天早上要吃一个水煮蛋 然后一天至少喝两千cc的水 以上都有达成 好我们给立德 黄立德也一个特别的掌声 然后张敏龙说她昨天早餐喝豆浆 中午吃便当 晚上吃玉米牛奶麦片 哇 感觉上都没有水果 对啊 我今天有吃香蕉 有哦 我今天吃酸仰 因为为了要订计划要达成 然后Bio他忘 他说他早上是奶茶 蛋肉 起司 馒头 五种水果 哇 然后呢 钟晓琳 黄秀 谢翠萍 他说早餐吃面包配咖啡 昨天吃 昨天晚上吃蒸鲜寿寿 蒸鲜寿寿寿是一个品牌 内容还是要记得吃了什么东西 卡罗说已经连续四天感冒 上周的计划我也达成 我跟你讲 健康最重要 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而且这个防疫期感冒蛮严重 所以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 然后蛋白质补充 记得水分要多喝 能够好好休息 早点康复 那他早上是喝蔬菜 豆子 鸡汤 其实感冒的人 喝鸡汤很好 鸡肉要吃 不能只有喝汤而已 那幸福诸儿说 上午吃蛋饼 昨天早餐是蛋饼 所以呢 中午 数便当 晚上是炒饭这样 大家好像都没有吃水果 Tiffon女王 真的 奶昔 优格水果 哦好 然后刘淑琴说 今天也吃香蕉 Nadia 这个字我背面 早上喝几草豆芽加蛋饼 哦 还是蛋饼 然后呢 张敏龙说 目前去打公患素 水果难寻啊 哦 怎么办呢 这真的是住外面 或者是人 人生在外的时候 真的会有的状况 但是 是啦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像那个便利超商的水果 可能会觉得贵 可是他帮你弄好 而且多元这样子 有时候可能 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好一点 对 原型食物 其实都不用担心 那秀英的部分说 他早餐喝牛奶 白煮蛋 一根香蕉 嗯 然后 孟小玲说 早上白煮蛋 无糖豆浆 燕麦片 蒸地瓜 跟全麦的吐司 哦 好 所以 讲到这里 我也另外一个想法 是我们的早餐通常 咖啡面包啊 就比较不会有蔬菜 对不对 哦 佩琪 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像 我们如果这样子吃的话 好像蔬菜比较容易 是会在午餐或晚餐出现 哦 好 然后呢 我继续帮忙 那个刘带领说 他早餐吃了 五股杂两叶麦粥 淑贞 刘淑贞小姐说 早餐咖啡 核桃面包 跟香蕉 那吉美美说 今天早上没有吃 昨天早上吃 豆浆 巧克力吐司 午餐南瓜汤 晚上忘记 然后想一下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 讲到这里 我想那个 谢谢大家继续分享 我先念到这边 因为其实 为什么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 回溯记忆啊 那个 佩琪老师 其实就是我们 这一堂课 要来讲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是什么 事件记忆 对不对 嗯 就是 事件记忆就是在我们 记忆力里面的 其中一个项目 因为其实我们 记忆力有非常多种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谈了工作记忆 它算是短暂的记忆 那这一次我们要来谈的 就是所谓的事件记忆 对不对 事件记忆就是通 意思就是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你遇到了 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个事件 它相关的 就叫做事件记忆 那这些信息的来源 有可能是从 我们眼睛看到的啦 多听到了啦 或者我们嗅觉闻到的 甚至是我们的舌头 味蕾吃到的东西 或者我们手去触碰到了 对不对 这就是很多个 讯息的刺激 有的时候也其实 你是整体的那种 情境的那种感觉 也会变成是一种 就是记忆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把这些信息刺激 输入透过这些感官 就会进到我们的大脑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在记忆的过程 我们就会把它储存 在我们的大脑 那在储存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去做一些编码 就是说 有点像是我们大脑 很多个抽屉 我们要把它放到哪一个抽屉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完了以后 如果说遇到什么事情 在你要回忆回想的时候 再把它提取出来 像我们刚刚就是提取记忆 早餐吃什么 昨天吃什么这样 这就是一个提取的过程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 那个就昨天问了 以后我们就在想说 那我们昨天到底吃了什么 这就是一个提取的过程 这样子 看起来大部分的都还提取的不错 除了有一位 昨天晚上忘了知什么 不过说真的 其实这些事情 它有时候开玩笑 因为没有拉肚子 记得吃什么 也不重要 好像似乎也不要 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记得 对不对 记得重要的事情 记得很重要 不重要的就给它忘记 这样子 不然其实记不了那么多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像这种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有时候类似的事情 如果一直重复 反而会削弱 我们记得这件事情的那个程度 这样子 可是记得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刚刚看起来就大家早餐 好像都是吃喝咖啡啊 片面包 那我们国建署的那个 我的餐盘里面很明显的 大家就少了一些蔬菜类 然后大家这样一整天 去昨天回想起来 也很明显的发现 你好像也没有吃到水果 所以其实有时候 真的在这个检视的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是重要的 对不对 对因为它会提醒我们说 我们哪边就是可能比较 就是不够均衡这样子 好哦 那讲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大家来看这张图 我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大家看看你有看到什么 就这张图里面有什么这样 可以了吗 好 好 我们来问一下 刚刚大家看到什么 我们好像可以在及时聊天室 来看大家写的如何 好 那我可以先说 我看到 有 有 崔英回答说101 佩奇老师你晚一点说啦 好 晚一点说 然后呢 Nadia T-R-U-A-N-G 也是101 大家都看到101 101大楼 还有呢 除了101你们还看到什么 对 大楼跑步 是大楼在跑步吗 没有啦 开玩笑 有看到大楼 有看到人在跑步 对 有看到鸟飞过去 一针有看到 然后 然后他望说 有两个跑者 还有机车 他看到了机车 还有呢 孙玉兰说101跟男女在跑步 那101实在太 太抢眼了 刘淑珍说两人在找步 搞不好他是傍晚了 好啦好啦 我不要跟你开玩笑 然后呢 一队人跑步 有一男一女在跑步 刘英平说 然后李淑慈说 双人慢跑101小鸟 然后翠英说车子 然后黄利德说 两位在跑步 哇 翠平看到左上方 有树木 这个应该是写错字 没关系 左上方 然后罗逸泉说 两人在跑步 哇 艾米网还看到 十字架跟教堂 然后罗逸泉说 车子登山障 然后邱义甄说树 李淑慈说树 然后Carol说 跑步人穿短裤 哇 看得很仔细耶 哇 谢翠平说 左上方有树 对 从写一遍 林乔飞说101大楼 一男一女在跑步 树 马路 一开始有看到一只鸟 然后 逸泉说 还有看到其他的建筑物 哇 邱义甄说天空 这样子大家 还有电线杆 对 还有电线杆 对 然后Carol说两个 有人戴帽子 这样子 好 那个 佩玺老师 有没有什么 你有看到 他们还没写出来 有没有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了 很厉害 给我们的同学 一个热烈的掌声 大家短期 记忆看起来都不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事件的记忆 就是这样子 人物 时间 事件 跟地点 输入到我们的大脑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储存编码了 然后就要去提取 对 好 我们就来按照这一个过程 来看一下 对 地点 101 101 刚刚大家讲 有101 然后有车子 有建筑物 有树 对不对 很厉害 然后呢 时间 真的是清晨吗 这好像有点无法判断 因为这个 没有看到太阳 对 这有点无法判断 这样子 然后呢 人物 好 地点 时间 人物 对 人物 我们看到什么 没有错 一男一女 在跑步 没有错 这个阳光的feel 看起来有点像是晨跑 对不对 这种 这种亮度的感觉 这样 对 两个外国人 真的有一个男生穿短裤 很厉害 然后呢 再来 事件 对 有些条 没过去 好 刚刚翠萍说 左上方有树 没有错 右上方也有 也有 也有电线杆 也有车子 我比较有趣的是 刚刚有同学 讲到机车 对啊 哪里啊 好 没有关系 对对对 好 那所以 应该没有机车 这件事 那其实记忆的车跃 我们请那个佩琪老师 来教我们一下 怎么样来记住 这又是一个游戏 对 对 先让大家 就是记一下 这几个东西 好 给大家几秒钟 30秒 30秒 哇 很长耶 很长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对 因为1 2 3 4 5 6 7 8 9样东西 照理讲应该记得起来 我们上个礼拜在谈 那个工作记忆的时候 好像应该是 是来了几的 对 对 要那个吗 计时 好像已经过了很多秒 好 应该 差不多过了20秒 你再给大家10秒钟 让大家记得看看 对 一样哦 待会儿你可以那个把它打在那个 聊天室里面 好 请问你记住了哪些东西 来 同学们加油 里面有什么 在里面有什么 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很及时看到大家的人眼 你要进我们的脸书就看得到 有啊 然后一针说马桶清洁剂 有酱油 小慧说酱油 还有呢 你还记得什么 有榴莲 嗯 就一针说榴莲 还有呢 翠英说有糖 盐 酱油 火龙果 榴莲 柳橙 肥皂 洗衣粉 哎 蛮厉害的 很多味 这个翠英蛮厉害的哦 邱一针说有酱油 酱油 盐巴 刘淑琴说饮料 酱油 菠萝蜜 哎对 那个是菠萝蜜 还是那个 是榴莲 是榴莲 好 那唐太后说柳橙 然后邱一针说盐巴 纳迪亚特人说 马桶清洁剂肥皂 盐巴糖 洗 结晶 榴莲 酱油 火龙果 砂糖 然后 翠萍 谢翠萍说 马桶清洁剂肥皂 盐巴糖 洗结晶 榴莲 酱油 许丽林说酱油 火龙果 砂糖 翠萍说 马桶清洁剂 柳橙 火龙果 酱油 洗结晶 三种 水果 橘子 火龙果 柳莲 好 夏 夏 成 张 说 他特别注意水果 好 哇 林乔飞说 马桶清洁剂 柳橙 酱油 肥皂 盐巴 洗衣精 柳莲 火龙果 砂糖 一二三四 就是 一八九 哇 大家记忆力非常好 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一个分类的方法 对不对 那个请佩琪老师讲一下 其实 应该是要先问问 看大家怎么记的 问大家怎么记 对 我刚刚有看到有同学 特别喜欢记水果 就是 在记的过程里面 你们会 会不会把它 就是归类 然后如果是归类的话 其实就会 不好记 会比较好记 你说归类比较好记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没有归类就不好记 对 因为 我们上个礼拜 在讲工作记忆 似乎 七加二 九 大家还记得了 可是其实蛮辛苦的 可是把它分类 对不对 就好记 对不对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关联性 然后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把它变成三大包 那如果把它变成三大包的话 其实像清洁剂 你就可以很联想 就是直接是记得把清洁剂 跟水果 然后调味料的话 又另外一种 然后水果又另外一种 这样子 这样就变得容易 这样你只要记三包就好了 对对对 对 就是一种分类的记忆法 嗯 好 所以分类记忆法 也可以帮助我们 对于事件记忆的训练 嗯 好 观察一下 然后观察完了以后 再去做记忆的话 就会很不错这样子 好 所以回到上面 那个我们要观察一下 刚刚大家说观察一下 我们回到这一张 那你会看到说 其实真的 你就把它稍微翻类 洗洁镜的一类 自己那个 然后呢 酱油 对 盐巴 然后砂糖一类 然后水果一类 看这样有没有 你真的有变得比较好记 能够把九个记得完整 哦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玩第二个游戏 好不好 刚刚我们已经教大家 分类记忆法了 那看看 接下来 这个还是有九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多一个 看多一个 没有 大家也可以记得起来 给大家一样 大概三十秒左右的时间 这时候看你怎么分类 配角师是不是差不多了 好 我们就可以让大家 我们一样在及时聊天室 大家可以分类 来 唐太后说三类哪三类 蠻多人都用分类法的 对 大家可以看你用什么样的分类法 然后呢 那个类别里面有什么 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记 好 请大家分享 这应说牛奶优酪乳奶油起司 这算是一类对不对 然后他另外说胡萝卜大番茄 还有呢 蔡佩颖说蔬菜水果 蔬果零食跟奶制品 他分这三类 那迪阿特人也是把牛奶优酪乳放一起 许蒂林说牛奶茄子黄金糖 羊玉起司 我看起来他是从头开始记哦 对不对 就按照他的许蒂林的记法 然后唐太后说 乳制品蔬菜跟零食 好 翠英继续补充 有羊玉片 然后他忘说 红萝卜 番茄 茄子 是一类对不对 奶油 牛奶 优酪乳 跟 刚有糖吗 泡面 养育片 应该没有糖哦 没有糖 白慧教说零食 饮料跟蔬菜水果 分三类 然后李淑池说牛奶 优酪乳 牛奶油 起司 茄子 番茄 泡面 胡萝卜 零食 什么样的零食呢 记得吗 郭树珍他分三类 师俗会也是分三类 张敏荣说 红萝卜 牛番茄 茄子 茄子 黄金糖 牛奶 起司 优酪乳 好 那林乔菲说 牛奶 优酪乳 起司 奶油 洋芋片 黄金糖 泡面 茄子 番茄 红萝卜 这样几样 1 等一下 2 3 4 5 6 7 8 9 10 哇 这个林乔菲小姐蛮厉害的 十样真的记得很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 我们给大家 各位同学一个掌声 你们都开始会分类了 就是善用分类来训练你的记忆 所以乳制品的部分 有四个 牛奶 奶油 起司 又入乳 算一类 零食的部分 泡面 黄金糖 跟什么 养育片 然后蔬菜的部分 如同你们刚刚讲的 茄子 番茄跟胡萝卜 对不对 好 佩喜老师 那我们继续哦 好 佩喜老师 什么叫视觉记忆法呢 这个是记忆 其实有的人 他在记的时候 他不是用文字 然后可能也不是用这种 就是那个 不是用分类 他可能就是看到了以后 他其实就会是一个图像式的 所以在图像式的记忆 有的人他真的这种很厉害 就是说他看到的时候 他整个画面 他是整个是映照在自己的大脑里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会是视觉图像式的记忆 像刚刚那个是不是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101很抢镜头 对不对 然后有男女的跑者在那边 然后101旁边就会有一些 房子啊 车子啊 树啊 有一只鸟飞过去 其实那个是不是算视觉记忆 会有一点 对对对 对那应该就是视觉记忆了 对不对 就是对 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图的时候 其实是以图片去做记忆 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比较像是 你倾向用怎么样的习惯去做记忆 嗯 是说有的人他是以图像取胜嘛 那有的人他对文字会特别的有 就是有敏感度 然后有的人是对电话号码数字等等的 这一些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代表 有一点不太常 他在做记忆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状态 那有的人他就是呃有曾经有就是呃 有人跟我会说他其实就没有动机 他反正就是按照数据这样 下来 对这也是其中有的人他就是习惯的方式 所以每一个人 嗯 记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你自己是什么方式啊 我自己我自己 欸因为我要记得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可能通常还是要用这些策略 然后对我自己来讲比较有用的是 等一下会有想到的另外一个方式 好好好 那先不要破了那个 我们继续往下 看下面的投影片哦 请注意下面的投影片 在书柜里面的书本 只有十秒钟 请注意哦 现在只给十秒钟 我要来计时哦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五秒钟 六秒钟 七秒钟 八秒钟 九秒钟 十秒钟 哇他自己跳了 请问刚刚书柜中没有哪两本书 我觉得这真是有难的 请大家稍微给一点回忆 刚刚的书柜里面 就是目前的这九个号码里面 有两本是刚刚的书柜里面没有的 为什么自己跳啊 对不起 我的那个 投影片的跳起 好 这样看好了吗 我觉得这一题真的是比较挑战一点 比较挑战 好 所以佩晓老师告诉大家答案是 不让大家猜一下吗 好 要猜吗 好 各位要猜一下 二二二 哎呦哎 我跟你讲 那个唐太后说二九啦 Judy Judy说二 吉美美说二 李淑慈说二九 哇好厉害哦 还有吗 啊 还有人有回应 你对照看吗 对啊 对 是二九吗 我确定二四吧 二四吗 不不不 我说二四一定有二啦 我刚刚看是一定有二 五 诶有人打五六耶 呵呵呵 答案是什么 有没有 阿吉斯一百种跟吴师傅 这是不一样的 看得到吗 还有呢 然后另外一本 我另外一本不是 是九吗 二十几 四有啊 狗狗这样教主人好快乐 有啊 哦对哦对 对 答案是哪一个 对啊 四有啊 对 是那个吧 看得到吗 日常的认知训练有啊 有啊 那个是疗愈的 然后一个是 对啊 九九有吗 疗愈的盆栽植物 有耶有耶 对啊 应该是二吧 对 那还有一本啊 答案是什么 咦 咦 为什么 六 因为六 是那个扩充机的 一百个趣味游戏 它这里是第三百 然后原来的是什么 第一百 第一百 哎 好 那我想 这个就是很有趣 然后我们来玩一下 下一个活动 下一个活动是 仔细观察棋子 只有五秒钟 给大家观察 一秒钟 两秒钟 哎 等一下 怎么快啦 一秒钟 两秒钟 哎 它自己会跳耶 对不起哦 好 这个PowerPoint 自己会跳 来 刚刚棋子颜色 是哪一个 大家请作答 棋子的颜色 是哪一个 有人回应了吗 三 有人回答三 这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答案是 李树莹答对 好 那我们 李树莹小姐 恭喜你 下一题 好 然后下一题 刚刚棋子的符号 是哪一个 刚刚在那个国旗上面 有另外一个符号 对 答案是什么 游文英说三 谢春隆说三 哎 大家都是答三 赵老师也是说三 吉美美也是三 这样 对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答案是 三 不对 都答错 王最英答二 是正确的 他们还停留在前面的 答案 对不对 真的吗 还在颜色吗 对 颜色是 那个 答案是三 然后 因为有时间差 是不是 对 感觉好像是这样 然后 如果是符号的话 答案是几 我看到有人答四 有人答二 大部分都答二 对 答案是二 很有趣 对 好 来 那个不要生气 请仔细观察 棋子五秒钟 我现在不讲 待会要看什么 给大家观察 好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五秒钟 好 刚刚棋子的颜色是 请作答 应该会比较好 今天的时差 有点久 我也有点 这样子感觉 我们稍等一下 就是说 那个 第二题的 颜色 对 因为周子龙说 我们主持人 没有跟观众 同步 因为感觉上 好像时差 有点久 要请见谅 就是这个 有这个 时差的问题 来 邱逸甄 答二是对的 所以我们以后要 就是题目出来了 以后我们要聊一下 天 对 要给他们一点点时间 大概会将近 有十秒钟左右的 那个 对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答案吗 对 好 棋子的颜色 答案是多少 二 三 二跟三 二跟三的题目 答案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二跟三都是正确 对 所以你看哦 那个谁很细心 Kelly Lynn 她是二跟三 是一样的 吉妹妹 说二跟三 是一样 Carol说 二跟三好近 施淑惠说 二三 嗯 罗逸淳说 二三是一样的 哇 大家的观察力 都非常的好 还有下一题 好 还有下一题 对 请画出来 棋子上的符号 这一题 没办法 这样做 对 好 这个我们直接 公布答案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符号 叫什么符号 诶 你问到我了 这是什么 一跟一个零 组合在一起 对不对 他可能是某个 对 因为这个应该在我们的 那个既有的那些 那个图库里面 应该都打不出来的 这好像很难讲 对 好 下一题 来 贝奇老师 跟我们解释一下 记忆力 我们刚刚学到现在 都是在讲事件记忆 对不对 我们刚刚就稍微 就是跟大家互动了一下 就是说 这些记忆 其实有各种 不同的方式 去做练习 然后或者是说 图像式的记忆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分类的记忆 那这些记忆 其实就是都是 事件记忆里面的部分 那譬如 昨天早上吃什么 或者是 我们把车子停在哪边 这都是 就是乘坐中很常用到的 或者是 我们把剪刀放在哪里 或者是把什么书 放在哪里 等等的 那这些 除了事件记忆以外 就是右边还有 那个 前瞻记忆 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 就是前瞻记忆 对不对 对 可是 等一下 才会介绍一个记忆法 就是这个记忆法 就是 自定外一种的记忆法 所谓的前瞻记忆指的是说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等一下要做什么 然后礼拜四要干嘛 或者这个周末要干嘛 然后事件记忆指的是 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我早上停车 停在V35的格子在哪里 或者我们刚回想的 昨天吃了什么东西 那这都是记忆 对不对 对 所以 前瞻记忆就是还没发生过 但是我预备要去做的 这些事情叫做前瞻记忆 那其实 如果说我们的记忆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说 我们比较容易忘记的 你猜猜看是 事件记忆还是前瞻记忆 应该是事件吧 是吗 你觉得应该是事件 还是事前瞻 就是刚刚做过的事情会忘记 因为刚刚不是说 昨天要那个的就会忘记 那前瞻记忆应该都要善用记忆本 不然时间到也不见得会记得 对 但是其实应该是前瞻记忆 比较容易被忘记 就是前瞻记忆还没有发生过 因为有发生过的话 就是人事时低伍比较容易记嘛 对对对 因为如果是事件记忆的话 因为你发生过 所以你整体的记忆会比较鲜明 但是前瞻记忆因为你还没有用 还没有发生 然后所以其实他还没有一些资讯输入 就只是你预计要做什么事 那这个的记忆就会比较是还没有发生 他就不深刻 那不深刻的话就比较容易忘记 所以说其实有一些抱怨记忆衰退啊 或者是他自己觉得他记忆力不是很好 很常就是都优先出现在前瞻记忆不好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等一下原本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忘记了去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前瞻记忆上面出现了 就是记不得的状况 其实我必须要承认 我自己好像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就是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就忘记这样子 然后就受别的 同学很厉害 佩琪老师的那个有回音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大家回答的都是前瞻记忆比较容易忘记 然后呢 对然后因为Tiffany王就说 因为还没有发生啊 所以没有记忆没有印象 是的 然后孟小林说他也会使用一些记事本来规划跟提醒这样 那佩琪老师我们来玩下一个游戏 好 请大家给大家一分钟哦 试图将这些小图卡的关键字记得 这个比刚刚更难了 这要怎么分类 而且这个没有颜色 这就黑色而已 对 这跟刚刚有异曲同公式 有个101在这里 对啊 我觉得大家出题目的人好喜欢101哦 不过待会儿大家看到答案你就知道 其实也很有趣的记法 其实刚刚大家有讲到就是要用记事本 那记事本其实是一个策略 就是这个记事本是用策略来记 好 先不要吵他们 吵大家 就是让大家 就是 对 你不要吵他们 给大家一分钟 剩下30秒 差不多了哦 对不对 PG老师 好 可以让大家 就是 可以用一个说故事的方式 很天马行空 把这八样的东西串起来 我们 一样 大家可以写在我们的那个聊天室里面 然后先写出来的前三名呢 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的那个奖品 就是我们有那个桌游 对 要送给大家 前三名你的故事 可以把这八个东西串起来的 放在我们的即时聊天室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PG老师不能讲答案 还不能讲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同学 用什么样的天马行空的方法 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也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它就是 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然后天马行空越好 赵老师回答说 在报纸上看到台湾黑熊 在高山上 搭公车到101 捡到信用卡 去买小笼包 按去算命 那个赵老师实在太厉害了 吴小平说 报纸上写着 有一只台湾黑熊 搭公车到10大楼 用信用卡 买了小笼包 跟去算命 吴小平说 报纸上写着 一只台湾黑熊 搭公车到101大楼 用信用卡 买了小笼包去算命 好 我们恭喜赵数捐老师 胡小平 对不起 第三名是翠英 王翠英说 黑熊从高山上 来搭公车到101FG R18 这是什么 信用卡 吃小笼包 看报纸算命 也可以 对 对 蔡佩颖说 假日想要打架声 或者去高山看黑熊 不然就在家看学炮子 这个佩颖的讲法也不错 前面三个的都很像 对 蔡佩颖也不错 不错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 就是我们在实体课的时候 就带那个 真的是 我们算是高龄的团体 那高龄的团体 他们在训练 他们记忆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出到 20个 20个东西 然后呢 20个东西 让他们去记 然后讲故事 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是真的很杂杂实实的 让他们去做记忆的练习 结果 你知道那个时候 是一个礼拜一堂课吗 结果到了下个礼拜 到了下个礼拜 我们又在讲别的 就是我们在练习别的事情 然后就有那个成员 就回馈我说 他说他到现在 都还记得上一个礼拜的 那个故事 因为就是 真是太有趣了 这样子 对 所以 如果就是天马行空的话 就是 那个记忆点的 那个 深刻的 那个 就是这个故事的 那个 深刻度啊 就是如果有起来的话 其实是 可以维持很久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有时候名字也是这样 因为名字是三个字 说实在话 有时候也是 有点关系 或者完全没有关系 像以前 我就记得 我有个同学 他是医学系的 然后他就自我介绍的时候 因为他叫羊上儒 木一羊 然后上 他就说 我就是羊桃和上诸儒 哇靠 我就说你这样子 介绍你自己的名字啊 我永远忘不了 对 我们常常 有些人就是放不下脸 都会说 哦 就是儒家的儒 那就不好记啊 可是羊桃和上诸儒 你不觉得就很好记吗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很跳通 反而就很好记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故事记忆法 就是说 当我们在记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 去想一些 就是因为我们大脑 本来就是一个出类 通通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记忆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去做联想 那联想到这个故事 这故事如果真的很有趣 很好玩的话 可以让我们就是经历的更快 或者是更深刻 我觉得同学们的分享都很好 他在 他忘了 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101大楼 前面有公车 后面有山 山上有台湾黑熊 而我看到人们拿着信用卡 去101买小笼包 之后去外面摊子算命 看起来大家其实 真的都蛮会善用 说故事这个部分 对 而且这个 其实这一个故事 这个小活动 其实可以带给大家一个 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些记忆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尝试去理解 然后尝试去理解完了以后 我们会把它重新组织起来 那如果组织起来是 符合我们自己的大脑的 那个的时候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过去的经验 或者是他自己的想法 对于世界的理解 这一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 如果他能够这样子 去用他自己的方式 去做记忆的话 多做练习 这个记忆的 练习 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刚刚就讲 其实以我来讲 我就是比较 会用这一个方式去做记忆 那这个方式就是 比较是 比较希望是 你优先理解完了以后 然后再去 就是记得 你想要记得的事情 那就会很好 好 因为现在的 那个已经8点46 我们剩下14分 我们今天 其实就是 我们虽然书上 有买书的同学就知道 事件记忆 其实我们在112页 大概半 用半夜时间去 可是我就跟佩琪老师说 我们用一些活动 让大家可以印象深刻 那我们就要进行到下半部分 就是有关于休闲 活动跟旅游这件事情 其实这是在2004年 虽然离现在18年 有点旧了 就国人自由时间的调查 就发现说好像 男生比女生闲的感觉 不是 而且年纪越长 自由的时间越多 对不对 这个佩琪老师 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就是 大概是一个趋势 然后但是 也不是那么 就是 必然是这样 就是其实一个人 好像还是有他自己的 就是生活安排等等 但是可能就是有 这样子一个趋势 好 所以呢 我们来讲讲 休闲活动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 也很重要 所谓的休闲活动 佩琪老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 比较像是自由的时间 然后你自由的意志 所以其实在休闲的时候啊 他其实不是工作 然后也不是真的有 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呢 就是具备有这几个特性 那等一下还会有一页 就是在跟大家介绍 就是休闲活动 他具有的 嗯 他他有的一些 就是特征这样子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 再来看下一页 就是说 呃 我们呢 就是会有不同的 休闲活动的类型 那我觉得在这边 大家可以稍微 就是自己想想看 在这边提供一个 这样十字形的 呃 这样子的架构 然后让大家去想一下 你平常有的 那个休闲活动 大概是动态的呢 还是静态的呢 还是比较靠体力的呢 还是比较靠脑力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 呃 可以让大家 自己想想看 自己平常参与的 休闲活动 大概有哪些 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都有哦 像我今天 就是下午就休息嘛 然后就去健身房运动 那其实运动时候 也很放松啦 然后呢 运动完我就想说 呃 就是要吃晚餐 哦 然后就买了 一个那个蚵仔蜜萨 然后就想到说 家里面很热 吃蚵仔蜜萨 干脆就跑到那个 呃 就是 植物园 台北有一个植物园 然后就看看荷花 然后就觉得蛮愉快的 这样 好像也有动态 也有静态 好像都有哦 嗯 对啊 就是其实还是要有 有动有静 就是比较平均一点 会太不错这样子 嗯 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猜猜看 就是我们国人 就是 那个2004年 他规划的 就是他调查的 那个 自由时间分配第一名是 什么 大家应该很容易猜到 我也觉得很容易猜到 我们来看看 那个同学们猜到 这个是什么 国人做最多的 那个 休闲活动 白慧交说 男生年纪大后 反而比女生 不知道 哦 黄翠英说 睡觉 睡觉 应该不是睡觉 TV答对了 Carol说 看电视 林芝林说 上网 答案第一名是 看电视 国人最大的休闲活动 是这件事情 这样 也是给大家一个 那个 就是 其实有很 还是有很多 其他的活动 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 我接下来 也是想要 邀请大家 想想看 就是说 当你 下一夜的话 就是说 当你事情都做完了 然后有一个下午 或者是早上 是空的 你会想要做什么事 或者是找什么人 或者是去哪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比较能够符合说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 他的事情 并不一定是工作 或是上班 有可能就是 我们如果是没有工作 我们在家里 那如果是家庭主妇的话 那我们所谓的工作 其实就是做家事啊 等等的 那所以我会 邀请大家 去询问一下说 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 你所谓的 你觉得你的责任 上面的事情 都做完了以后 你会想要去做什么 然后找什么人 或去哪里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 也是跟我们的休闲活动 会很有关系 因为呢 什么是休闲活动呢 休闲活动 其实他就是 我们可以来看看 休闲活动 他其实是 比较是 个人或群体 而且是自愿性的 而且是非工作 性质的活动 那这个就是 因为休息 休息跟有空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的事情 叫做休闲 因为休 休息 比较是轻松一点的 然后 休息可能就是 比较有空的 对 所以这些活动 对我来讲 但是你看 像刚刚对主任而言 那个去健身房 是他的休闲活动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 去健身房 都是休闲活动 有的人可能 他就是 对于去健身房 对他来讲 可能是一个 很震惊的事情 或是很一定要 去做的事情 那所以这个 就是定位上面 每一个人都不太 对所以就是可以 就是邀请大家来想想看 对于你自己而言 你的休闲活动是什么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的回复 同学的回复就是 看书 看电影 看小说 睡觉 看电视 一个人的下午茶 你刚刚问他们说 假设他有半天的 休闲活动 对 然后一个人 好好吃个早餐 或者喝下午茶 然后追剧 看小说 带着毛小孩 到附近的山上走走 搭公车 四处走走 骑摩托车 海边 看海岸 喝咖啡 找好朋友 聚一下聊天 或分享 听音乐 找朋友去教会 找同学去海边 找人走路 听音乐 看喜欢的书 邀约先生去看电影 看阿汤哥电影 然后耍废 听音乐 喝茶 看书 然后骑车 上山 下海 泡温泉 听音乐 滑手机 静下心 静下心 做日后的计划 看书 唱歌 看电影 到图书馆 看书 吹冷气 然后发呆 看书 爬山 海边散步 与自己对话 散步 吐苦水 找朋友 大家都很会安排生活 我觉得看着大家的休闲 我自己都觉得心情轻松的起来 所以 休闲活动 有的特性是 闲暇的时间 自愿的 其实贝晓老师 你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时间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自愿的 然后有乐趣的 有建设的 还有生存外的 刚刚 刚刚有人说 他是跟带毛小孩出去玩 对不对 去山上走走 对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 就是有养一只兔子 然后就是 就是我 你兔子有在你旁边吗 有啊 你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兔子 他现在在吃草 他在吃草 好 对对对 下一次再看一下 好啊好啊 忙碌着吃草 所以兔子就是你的休闲 跟他玩就休闲活动 对对对 我最近很想去游泳 因为可能台北天气太热了 嗯 我之前喜欢去那个 泡那个汉珍木 就是 那个 韩国的 韩国流行的 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是 因为疫情啊 所以就没有去 然后就是 那个休闲活动 变得跟吃兔子玩 这样子 好 佩奇老师我们剩下几分钟而已 所以我们要往下走了 好 来 休闲活动对健康有什么影响 佩奇老师告诉大家一下 呃 其实 哎 哎 应该是说如果 我们一个人整天都生活在一些 就是压力的状况之下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 呃 要是 你不需要去作孽 没有任何一个 传奇的 时间的时候 其实真的 我们都会 生病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发现 休闲活动对健康的影响 还蛮多的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满意度 提升性感 然后也让我们身心健康 然后还有就是 让我们的创造力啊 疫力啊 人的关系 还有一些生活的领域 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 那我觉得 呃 最主要还是 我们这个是大脑保健 所以其实最主要还是要去看看 是否能够延估认知工作 退化 所以这个部分 休闲活动 大家不要想说 他好像只是出去玩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 他可以让我们的大脑 好 来 我们要来分享一下 就目前的休闲生活形态 想要做的 然后呢 可以促进我们的脑力的休闲活动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我们之前那个联合报 帮我跟佩琪老师 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 佩琪老师要去澎湖玩 然后我就跟他说 是跟团吗 他说跟团干嘛 自己可以做计划啊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就要来做这个练习 同学们要一起来 就是 未来啊 假设这个礼拜六 你有半天就好 因为有时候说真的 看在座各位有很多是 那个很忙碌 要照顾家庭 然后要工作 那所以说如果要 有时候要挪一天 搞不好没办法 可是接下来这个六日 你挪半天 给自己的时间 那你想做什么呢 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上个礼拜六 跟佩琪老师 应该礼拜天啊 我们去台东圣母医院 办的那个 大脑保健实作班的 带领人培训 然后呢 因为这个是第三天的课程 那有二十几位同学 完成这个训练 那我就想说 我们既然去了那个 那个 那我们礼拜六就 礼拜五就要 礼拜六就要去了嘛 对 那是要搭飞机 还是坐火车去 因为其实那个 就要感谢 这个方案 因为我们从执行到现在 我们有那个社会师 就是社家属 有补助我们工彩的一些经费 所以呢 让我们有经费 可以比较充裕一点点 那后来我们就决定 像我从台北过去 跟那个台北的老师 我们就搭飞机 然后佩琪老师 后来发现 高雄到台东 居然没有飞机 他就只能搭火车 那我们就觉得说 既然如果要搭飞机 那我晚上到 然后好像就那个 那个我们要不要早一点 后来我就决定说 要早一点去这样 然后我跟敏军的老师 我们就想说 要早一点去 然后下午就有半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11点到嘛 然后就是有半天时间 可以去旅游这样子 然后呢 就想说要玩海边呢 玩三线 因为台东很有趣 他就是要嘛走三边 要嘛走海边 那我们要自己开车呢 因为其实到那边 有时候都要接老师 然后接送一些那个 那也不好意思 麻烦圣母医院的同仁 我们就自己租车子 然后可是因为 就想说要去哪些地方 那就问了一些当地的友人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在地人就可以告诉我们吃什么 然后晚餐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住 吃一个原住民的风味餐 然后圣母医院的主任 就建议我们说 可以到一个 就是一个地方吃 比我们原来想的都好 这样 那住宿也要很谢谢 圣母医院的支持 给我们方兴豪美馆的住宿 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很开心了 我从一开始搭飞机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前面这两个人 怎么是那个 阿祥跟浩子就在我面前 这样 就跑去跟他们合照 就开始了我愉快的 的那个 然后后来 朋友就带我们去那个金刚大道 然后又去一个龙兴花园 在那个半山腰上面喝咖啡 虽然我开上车的 开上山的时候觉得很爱爸 对 可是就到那个地方 觉得哇 只是回票价 然后后来回程的时候 又去一个都立部落海域 有点可惜是因为没有太阳 不然可以看到那个 所谓的那个什么 天空之境的画面 贝奇老师你看到这个 没有很羡慕 有啊 因为我那天就是 大概晚上才到 因为我那天还是有 进修部的课 所以我是 那个上完课了以后 才过来 不过我觉得 还蛮不错的 就是说 我竟然发现 就是跟我过去的经验 不太一样 因为 没有飞机以外 就是我发现 以前坐火车 都要坐三个小时 结果呢 就是如果是那个 贝奇老师你有回音哦 你那边有回音 可是我这边 好 那没关系 你说 对 然后就是 所以是我的问题 没关系 好 继续吧 对 然后就是那个 后来才发现说 请坐浮游马 好像只要两个小时就好了 对啊 以后有没有觉得 可以常去台东 从高雄可以常去 对啊 我也觉得 好 这个是晚餐 后来我们去 那个圣母医院的主任 建议我们去的一个原始部落三地美食 然后晚上又住那个 哇 那个圣母医院提供的那个方形好美馆 然后我们就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那个一天 虽然佩奇老师只来吃东西跟过一碗 第二天早上呢 他就要开始工作 就决定要找一个好吃的那个 后来你怎么找到这一家 那个 我就是用烤鸡啊 然后就查 就查台东美食早餐这样子 然后就发现 嗯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因为有这美好的早餐就开始愉快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同学你可以计划看看 未来这个礼拜 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 这个周末有朋友找我去芙蓉 看那个沙滩 那个叫什么沙雕 可是呢 我刚刚看那个气象 好像会下雨 到底要搭火车开车 还是要中午吃什么 那雨天要不要去看电影 或者去逛Outlet 那佩奇老师 你未来这个 刚刚我们是做事件记忆 对不对 那前瞻记忆 就是计划未来嘛 那佩奇老师 这个周末你有想要去哪里走走呢 休闲活动呢 说起来真的是 我发现同志是我的回音 就是说起来 很开心 对 说起来真的是 我觉得 因为现在是雪奇末 所以其实我 接下来 七月底要 要有我的那个计划书的口试 对 接下来就是都要赶快 就是加紧小步 把我的论文写一写这样子 好吧 所以这个礼拜 你可能没有休闲活动 连看个电影都不行吗 可能我可以出去 就是购买一些 就是兔子的零食啊 然后放一下他的东西 好哟 好 那所以呢 下个礼拜我们要来做 再次做职能派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有那个有做过 那我想我们已经上了五六个礼拜 那下个礼拜 第六个礼拜就是一半的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我们跟第一次做的职能派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记得吗 就是把你每天的生活做一点记录 那再把它分五大类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这样 好 那佩智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同学的 因为我们有点超出时间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 好啊 那我们就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一次的话是七月六号 我们要来做空间运算跟健康乐活 那谢谢佩智老师 今天的陪伴还有同学们热情的参与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 祝大家健康平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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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